锁定台是五件新闻 宜兰苏澳2019彩头节即将在周六登场 现场只要捐出五张发票 就可以夏天去彩萝卜 主办单位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可以推广宜兰的萝卜 桌上满满菜桃料理 像是菜脖已经用萝卜叶做的雪里红 现场还有300公斤的菜桃堆成的巨型浮归 为当地祈福 更起来歌手 炒热气氛 这里是宜兰苏澳举办的彩头节 即将在这个周末二十一号下午登场 2019五号彩头节站不站 站 公所特别安排小农市及行销在地产品 更推出加码限量活动 只要两张未开奖的发票 就可以抽家电好礼 五张更让你夏天体验 把两颗萝卜顺便带回家 因为我们厂丰和节奏一起吃都三日 所以翅出来的菜脖品质最好 这么美味品质这么好的菜脖 所以特别饭画家 现场也请来社区妈妈做出经典料理 像是一大桶的萝卜粥免费品 stal 让民众能在冬天也能感受温暖美味 好好吃喔 公所举办活动为了就是推广在地 希望吸引更多民众来苏澳 品尝菜头美食 记得李克燕一览报导